虽然今天是周末 但记者在市区一处三叉路口观察下来 短短十分钟就有至少五辆临牌车驶过 其中既有外排的 也有临近过期的 您好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临近牌照 因为是牌照没有拍到 然后所以办的外地临牌 现在开到拍照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昨天又没有拍到 又四十五号 那就要大进下进就好了 而这位车主临牌过期了 仍然开车上路 结果被交警罚了个正招 这个临近牌照号码的话 你应该是已经 11号已经没用了 知道这个临牌过期了吗 你现在临牌过期 我知道我没有拍到的 交警当即对当事人 处以继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有过期的话 提前应该要到办理的地方 去更换 先要去更换 如果你不更换的话 你过去上马都 encore 我们就根据这个偶账来处理了 根据目前的规定 车主委托4S店办理临牌的 申请一次有效期为15天 可延长两次总共45天 车主自己去车馆所办理 申请一次30天可延长两次 共90天 交警提醒车主临牌过期上路 等同于车辆未悬挂号牌 车主切勿报侥幸心理开车上路 记者陈毅报道